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友轻轻告诉我 他来自甘肃的一个小县城 他从小的梦想就是走出县城 成为大城市里的新兴人类 毕业后 他义无反顾去了北京 在一家培训机构当英语老师 刚开始上班的时候 工资只有五千块 在北京这个大城市里生活 这点费用还不够交房租的 所以只能住在很远的郊区 于是只能每天坐两个小时的地铁到公司上班 还要扯着嗓子讲最少八个小时的课 有时候 他感觉自己的脑子都已经停止运转了 嗓子也快要发不出声音 可是为了生存和梦想 他只能坚持 他也希望自己有一天 能够像那些年入百万的著名讲师一样 每天过着全国飞的日子 到处寻讲 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每个月发工资时 他看着工资卡上那点微不足道的薪水 总会难过 会质疑 或许北京这个城市 自己真的带不下去了 有一次 他看到朋友圈中 有个留在家乡的同学 晒出了新买的车 他点开那张照片 仔仔细细看了很久 那位同学曾经是班里学习成绩垫底的 还顽皮捣蛋 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 继承了自己家的门面铺子 没坐两年 就租出去只管收租 平时就吃喝玩乐 没什么梦想 也不需要去奋斗 可如今这位同学 不但二胎都能打酱油了 连房子 车子都有了 可看看自己呢 整天窝在不足二十平米的出租屋中 按部就班的生活 那一刻 轻轻想起 曾经父母也想过 在县城给他安排一个舒服的工作 以自己的资历 去县城最好的小学教书都没问题 工资高 待遇好 离家近 又清闲 如果当初留在了县城 是不是现在能够过得更好一点呢 想到这里 他不禁感到后悔 人生兜兜转转 好像费尽了心思 最后却偏偏选了一条最难的路 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个女孩发帖 说自己今年二十四岁 去年谈了一个男友 两个人交往半年的时候 他把男友带回家给父母认识 没想到父母很反对 因为男友家境不够好 硕士在读 又没有工作 父母苦口婆心地劝他 说没有物质基础的生活 是不会幸福的 虽然读了研 但依然是穷光蛋一个 他们家人根本买不起房子和车 更给不了他理想的生活 父亲无奈地说 你能接受和他一起过苦日子吗 当你的同利人开着越野车 去西藏自驾游的时候 你却只能和他骑着共享单车 在大街上瞎转悠 他没有听从父母的意见 坚持和男友领了结婚证 没有婚纱 没有酒席 没有钻戒 结婚当天 他们也只是去了附近的餐厅 吃了一顿相对高级的晚餐 婚后的日子依然忙碌 如今他怀上了孩子 男友希望他安心在家养胎 可是仅仅靠男友兼职的收入 远远不能维持两个人的开销 他不敢辞职 只能挺着肚子继续工作 有时候 怀孕难受 孕吐严重的时候 他经不住怀疑 当初的选择是对还是错 父亲说的那句话 一直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 虽然和老公在一起很幸福 但在某个时刻 他还是希望要做的工作少一点 薪水多一点 房东不要再催着交房租 隔壁小孩晚上不要再哭闹 朝他睡觉 如果当初没有执意嫁给老公 自己又会在哪里 会不会活得比现在好 会不会过得更体面 不知道你是否和他们一样 也有过这样的时刻 在冷漠又忙碌的大城市里 独自拼搏 忙了一整天回到家里 整个人已经接近贪婪状态 刷朋友圈 却看到小学同学 晒出一家三口幸福安逸的照片 那一刻 你突然开始怀疑 自己一意孤行选择的道路 到底值不值得 曾经那些你鄙视过的 瞧不上的人 好像过得都比你好 曾经觉得他们是贪图安逸 如今羡慕他们有房有车有孩子 曾经觉得他们胸无大志 现在觉得体制内的安稳求之不得 曾经觉得他们没出息 现在觉得自己好像混得还不如他们 当初铁了心选择的道路 却在一天天的忙碌中 失去了方向 离自己想要的生活 好像越来越远了 人就是这么奇怪的动物 总希望知道人生最正确的答案 再做选择 可总是得亲自试过才知道 哪个答案不是自己想要的 之前看过一部剧 《图谜》 剧中的女主人公郑如薇 获得了去上海工作的机会 本来是件好事 可是她却要面临人生的重大选择 方案A 放弃爱情 去上海追求 稍微不那么平凡的生活 方案B 放弃事业 留在台湾陪伴自己的男朋友 电视剧用平行时空的方式 展示了两种选择之后 截然不同的人生 放弃了爱情 选择去上海的郑如薇 得到了向上的事业 和自己一直梦想的生活 却再也找不到当初那份纯真的爱情 而放弃了事业 留在台湾照顾家人的郑如薇 在一日日的平凡和操劳中 眼神慢慢黯淡 似乎怎么选都不是正确的选择 选择任何一条路 势必都会失去另一些东西 但在我看来 其实无论怎么选 都是正确的选择 因为生活的公平 在于给你想要的 而不是让你因为某一个选择而圆满 人生从不会有圆满 最多求人得人 而你却总想着买一赠一 在大城市拼搏的你 选择了梦想 自然失去了安逸 和贫穷男友一起过日子的你 选择了爱情 自然不一定能富裕 人生的选择本没有对错 只要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活 就永远是对的 既然无论怎么选都会后悔 倒不如选一条 自己最喜欢的路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朋友圈的生活 都是美化过的 你看见老同学一家三口和谐美满 却不知道 他们前一秒 刚为了给两家父母的礼品不一样而炒过价 你看见闺蜜周末在大城市吃西餐逛商场 却不知道 前一晚 他熬了一整个通宵 只为做一个加急策划案 我们都习惯于看到别人光鲜亮丽的那一刻 却不知道 谁不是咬着牙 忍着疼 一步一个脚印 过关斩将 才换来想要的生活 人生的每条路 都是鲜花和荆棘并存 我们生来在世 拼尽全力 不是为了成为别人嘴里的人 而是为了成为真正的自己 真正为了自己而活 纵然路上有过犹豫 有过后悔 但只要坚持 生活总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别总是羡慕别人的生活了 别人都有人做了 你还是尽情做自己吧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 不要忘了再为默点赞哦 我们下期再会 感谢您的收听